2月11日,香港理工大学宣布研发了一套全自动快速多重诊断系统,可于一小时内检测出30至40种病原体,包括新型冠状病毒。项目负责人认为,其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属顶尖。 据了解,该项目由理大创新及科技发展总监和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课座教授刘乐廷领导,并得到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果勇支持,历时四年多,研究团队已针对不同临床样本进行试验,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对两例新冠病毒临床样本进行测试,均可成功分辨。 全自动是从提取是不需要有公罪,然后去到结果,给你一个报告,一小时之内30至40种,包括新型冠状病毒。临床样本的测试也都展示了可用性和准确性。 袁果勇当日以视频方式发表致此时表示,该系统的多功能性和检测能力,可让我们在传染病爆发期间,或进行恒常监测时,做更全面监测,对确保有效的传染病控制,医疗诊断,以致治疗方面都将发挥关键作用。 而且这个系统从样本提取到检测都是全自动的,不需要太多人手操作,更重要的是用于检测的多层,微楼,检测元件,成本非常低,令我们对这个系统可以被补给化,应用于医院,诊所,或者其他需要进行检测的地方,是可以补给到的。 针对核酸检测过程中的假阴性问题,刘乐廷表示,临床检测中的灵敏度,要视乎临床检测的不同步骤,如样本的提取等,若测试结果为阴性,但疑似病例有病征出现,或仍需进行多次测试。 刘乐廷强调,该系统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遗属顶尖,其采用的微流控和生化技术可实现最多5个基因复制样本的超灵敏检测,而一般被感染病人样本会携带8万至10万个基因。 此外,系统能以极高的特异性,即没有交叉反应,同时区分各种病原体。 研究团队表示,该项目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可广泛使用,以准备进行量产,并得到深圳市政府的支持。 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的代表。